大家好 歡迎收看節日報告 我是劉力心 本港地區今天天氣比較多 短暫時有陽光 雖然如此 但是從雷達的影像可以看到 受到高空擾動的影響 在廣東內陸和珠江厚以西的地區 今天有些趙雨區域的發展 甚至雷暴 看起雲方面 今天的低溫普遍都介乎20至22度 日間市區最高氣溫都上升到25度 新界普遍地區的高溫都介乎23至27度 從大範圍的衛星影像看到 環沿岸地區一帶受到一些雲層覆蓋著 特別在我們西邊的地區 開始有些後勢的雲團發展 從天氣圖上可以看到 現時影響著我們的偏東氣流 相信晚間的時候會逐漸增強 受到這股氣流的影響 相信未來幾天 我們的東風都會比較大 從一些雲雨預報圖都可以看到 受到偏東氣流影響 在未來幾天在我們附近的雲糧都會比較多 甚至有些趙雨 相信去到下週初的時候 天氣都會較為明朗 至於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理預測會是這樣 雨將會多雲有幾陣趙雨 明天氣溫將會介乎21至23度 風方面是吹和緩的偏東風 晚間的風勢會逐漸增強 展望看回廚後一兩天 將會大致多雲風勢頗大 到了下週初的時候 天氣會較為明朗 這次天氣就講到這裡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